有哪些产业别 值得大家一起做功课呢 《产经》是大师告诉我们 《产经》 想做就做 没有那么多为什么 My Passion 金牌 台湾啤酒 语音方案一搭配 这样 是吗 远传4G绝配费率 语音上网简讯 通通帮你配得好 那网内网外还不是要分 不用 免费分中数 或分网内外 任你讲 远传4G绝配费率 因为简单 更加轻松 我跟你 也一样绝配啊 我早就配好了 远传4G开台四重送 上网吃到饱 网内最高送一万分钟 多款旗舰机零元 还有平板也零元 好吗 够挑战够痛快 Wgirl德国蓝内啤酒 8点到10点 非凡主持现场 哇 军女孩 不 我们是军女孩 成兴 深宝 Picot Pura 水离子 变品空调 超微小平米水离子 美肌 保湿 水当当 同时除菌 防霉 脱臭 还有幸福均温节流 炫金防秀 深宝 6月底前买深宝变品冷气 送DC剪得晒 火胶囊咖啡机哦 さて この夏の紫外線対策 どうしますか 升级全PA四个家的 高斯桑卡 UV 晒可惜 彻底做好防晒 日本销售第一名 桑卡都忘れなく 有箱无箱同时发售中 さすが This man is a why not man His style is chic Mmm sexy Sexier Sorry Sporty His favorite color is red Blond Black Yes Black goes with everything The why not man Never says no Except when it comes to his dream Because he only says yes To Heineken light Live hard Drink light 好 回到节目当中 那我们想拜托刘总 我们也知道最近面板的讯息 非常的多 那甚至呢 这一次呢 交流的一个同时呢 我国的这个重要的一些官貌 也提出来说 我们在大陆的面板的这个 市占率下滑 甚至希望能够有一些协商 甚至说面板业告 看到这个标的确是挺吓人的 没有错 因为实际上来讲的话 也是一个事实 我们这样说 在两年前来说的话 台湾的面板 在大陆整个市场里面 台湾的话是占第一位 但是现在在大陆占第一位面板的 已经不是台湾 而是另外一个国家 韩国 因为韩国来说的话 那么比台湾的厂商更早 以及更多的所谓八代线 以及八点五代线的厂 都设在大陆 所以实际上来讲的话 从这一个产业的最近 这两到三年来的变化 从台湾跟韩国的变化 那我想也是值得大家去做思考 思考说到底所谓过去所称的 跟所谓大陆产业之间的往来 应该如何做看待 好像似乎做也不是 不做也不是 去也不是 不去也不是 所以这个实在说起来 对业者是蛮难的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可能用一篇博士论文都写不完 那所以这么复杂的问题 我们先割一边 还是回到我们务实一点 来看我们所谓的投资操作 那所以在接下来这个内容 我就用面板的产业基本面 从这个角度跟各位来做报告 那首先第一个来说的话 我说五月上 不是 抱歉 我可能我写错了 我写错了 应该是六月 不好意思 因为现在是六月 可能我自己比误 我写错 应该是六月的上旬的报价来说的话 因为六月上旬报价是六月五号 那现在今天是六月十七 那六月下旬的报价现在还没出来 所以我没有办法先做六月下旬的报价 所以六月上旬的报价来讲的话 大体上大多数的面板的报价 是呈现的大约持平 只有一个 就是32寸TV的部分来讲的话 继续小涨 涨两块 那这样看起来的话 似乎面板的报价既然是涨 那面板的骨架是不是也应该要涨 那就K线来说的话 看起来是普通普通 不怎么样 因为各位可以先看一下3481的K线 或者2409的K线 我们先稍微给投资朋友 稍微看一下印象就好了 那这个是群创的股价 那所以近期来也是一样 稍微一个盘整 那2409来说的话也是雷同 那所以我们回到自卡 2409来讲的话 好像更做一点 那我们回到自卡 我们因为要掌握时间 回到自卡来讲的话 我们说如果假设以目前来讲的话 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 那我们又如何来看待后面呢 那我们的自卡导播 因为他可能想把那个6月 还不及改 不好意思 没关系 这个地方是6月 那不好意思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说 那在近期似乎有很多面板的消息 或者是体材 或者有人做所谓的分析师的一个解盘的时候的 一些的这种所谓的相关联的故事 那比如说五一的销售 五一的大陆的房金销售 那销售状况如何 以及就是最近巴西的四足赛 那我说这一些来说的话 我先把答案先说 都属于联想的题材 实际上来说的话 有没有那么大的效益 没有那么大的效益 我们先来说 第一个 如果以五一 好 如果以五一来讲的话 五一的销售 跟各位报告 其实2014今年的五一 比去年2013的五一 电视的销售衰退10% 所以怎么会是好 没有 那四足赛来说的话 也是一样 今天来说 我们已经看到四足赛开打了 对不对 开梯了 但是四足赛的电视相关的面板来说的话 能不能在最近六月才在出货 不可能 应该要在五月以前出货 所以接着我第三点的试卡 我就用我们台湾面板双幅的 所谓的四月跟五月能营收 那么给各位来做参考 那我们导播可以把四月 五月份的营收下一个 对不对 有答四月份的营收329亿 那么五月份的营收来讲的话 稍微往上升349亿 但是不要光看这两个数字 还要看下面我跟各位注写的 YOY就是叫去年同期来说的话 去年同期是不是一样有五一 那但是去年有没有四足赛 去年有没有四足赛 没有吧 对不对 那今年有四足赛 所以按理说 今年是有五一加四足 是不是应该比去年单独一个五一 来得更好才对 但是呢 有没有 没有啊 各位可以看到 叫去年同期 四月份是负了10% 五月份是负了8% 那群创来 营收来说的话 四月份381亿 那么呢 五月份363亿 那如果以去年同期来说的话 各位也可以看到 负6%跟负3%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2014是五一加上四足赛 那去年没有 所以这样的一个数字来说的话 表现叫做好吗 还是表现叫做普通 我想我们保守一点表达 可能也许你要选择一或二 应该很清楚了 那所以这个就是说 我刚刚前面用的赤卡 仅仅属于联想的体材 而不是真正带来 所谓它多双的业绩 所以这是联想的体材 比较多 OK 那我们再来看赤卡的下一个 所以呢 在目前呢 我给大家的一个基本面 我们的研判 对于第三季 季底以前来说的话 尤其是TV大尺寸的部分来讲的话 仍将是持平 要嘛持平 要嘛就是什么 小降 不好意思 我这边少了一个字 小降 就是小小的降下来 小降 那这个情况之下来讲的话 是为什么 因为对未来来讲的话 到了九月底以后来讲的话 各位是不是应该会去期待 另外一个节日 叫做大陆的十一 对不对 大陆的十一房间周 那十一来说的话 也是一样 那大家可能会有所预期 那我个人的看法来说的话 预期不要太高 就是呢 还是普通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在近期的状况来讲的话 大陆的景气 我的研判 因为我们也有总经的研判 我们也有做大陆的研判 就大陆整个景气的研判 所以我不是光看 只是这个产业来跟各位报告 这是结论而已 对对对 所以背后有我们的原因 所以我们的看法建议 大家只是持平或小 或看小降就好了 那也因此来说的话 所以接下来来讲的话 这个都是属于短线 中短线 那中长线来说的话 倒是要特别留意了 就是有关于在大陆的8.5代厂来说的话 从今年到明年2015年 继续陆陆续续的还有三座左右的厂 8.5代厂还要再开出来 所以这些大厂开出来的话 那这个量恐怕可大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个是一个中长线必须要顾虑的一点 另外第二个 如果就在大陆厂商而言 大陆的自己本身厂商而言的话 它是要培养它的大陆的产业供应链 所以就如同台湾在过去民国五年代 民国六年代 我们都一直发展所谓的进口替代产业 那他们也要发展他们的进口替代 那因为台湾的面盘输出到大陆 韩国的面盘输出到大陆 那但是呢 他们要发展自己本身的产业来进口替代 这个方向是永远不变的 我想这个都不能怪任何一个国家 怪任何一个就是一个民族 因为每一个国家都要为它自己的产业来做考虑 这个是这个很正常的一件事 所以进口替代这件事来说的话 这个趋势是永远不变的 所以既然永远不变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过去来说的话 白威明这个过去所称的 这个采购面板的大王来到台湾 去年采购多少 你可以把数字做比较 一年比一年会变少 那这个情况之下的话是不变的 那只有唯一一个什么 就是现在大家在喊来喊去的什么 4K乘2K 就是所谓的8MG 这个解析度的 那这个呢 它的解析度会高一点 只有留在这段期间 我们对大陆厂还有技术的先进可言 所以还可以把这种面板出口到大陆 但是如果等到大陆厂商 它的技术也跟上来了 那我想台湾的厂商就恐怕会更辛苦 竞争压力就更大 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可能也许对面板的操作 我的建议给大家下一点的字卡 面板的操作来说的话 恐怕就是以区间的这个操作为宜了 那至于说 有其他的另外的部分来讲的话 我想我接下来后半段的部分 再跟各位来做介绍 那剩下的内容来讲的话 还有一点尾巴 那我们留在下一阶段 好 它尾巴都是最精彩的 待会顺便告诉你谁来做掌 深宝echo 智慧温控 首创我的最爱记忆模式 一个月不到一度电哦 这爱是我的风 BC节能扇 深宝最普罗 深宝 嗨 甜甜运动好健康 甜甜喝光泉加之型植物奶更健康 添加各种健康素材更有价值 十倍盖加活力 老公 加艺人更有元气 健康加值更有价值 光泉加值型植物奶 青春霸道 提令霸变 面对挑战 我用速度让对手却步 我用稳定让逆境屈服 敢Fight就很帅 Bear Fighter 第六代Fighter150 三阳SYM 买第六代Fighter 送杨带刚限量彩绘安全帽 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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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走过去 走过去 青春霸道 李霸霸 霸余儿 我确定 他会不会忘记我 我不确定 我哪天又觉得好紫 就我不确定 他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但我确定我会继续爱下去 我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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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铁 关键第一步千万别做错 想买房子 第一步先上住向I can go 帮你评估负担能力 再给你适合的房子 买屋第一站住向I can go 评估完变形金刚寺陪你赏屋 评估赏屋大作战 赏屋尾卖就送战斗包 还能抽3D电视 快来评估 小姐 女偷 谢谢 金牌呢 在这里 想做就做 没有那么多wish 买passion 新牌台湾啤酒 好 赶紧跟大家口头做个报告 一起17岁生日快乐 五发发太好传方案 只要是您是非凡商人周刊的读者 你就可以同时拥有DVD 还有家政两期 那还有呢 再抽日本知名的太项链 有88条喔 一起太好赚的专案提供给大家 好 那我们赶紧把握时间 谁来做账 其实我们这个主题是跟各位讲 这个光电展的部分 其实蛮有趣的 我稍微讲一下 其实太阳能是怎么样 是因为热来发电 LED呢 是因为电能而发热 但是都是节能 所以这块 其实你看物质不愿 蛮有趣的 这是题外话 好 来 因为 因为其实最近来讲 就是这个题材性嘛 包含太阳能跟LED 我们今天时间关系 我们直接focus在这个LED的部分 那其实LED 大家知道就是包含像照明 最近来讲 像汤石爱立森的股价表现上 也是强势的 那刚才我们 刘总也提到 包含像是这个 这个逸光的部分 这个晶电的部分 那股价最近表现来讲都不错 红旗的一个 逸光你可以看到 它其实来讲的话 它这个地方才刚刚去 去突破 这个叫均线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股价来讲 算是相对的低基期 那还有包含像是 我们刚刚提到 在最近这个所谓低价 像这个 红旗 包含像顶元 感测元的顶元 这两个股票 其实它的业绩都不错 这是大家 一般所熟知的这个部分 那我刚刚为什么提到 物质不灭定律 就是你发的这个光 你散的这个热 你怎么样让它 呼之急来 挥之急去 这个是其实大家 非常重要的 这个思考这种东西 这个东西 叫散热 因为你热的情况之下 你一定会影响 如果挥之不去的话 你一定会影响 机构建的一个操作 那不管是这个 这个所谓这个 这个笔记型电脑 或是这些手持装置 或甚至我们看到这些 这个LED的这个灯 那其实来讲的话 以散热部分来讲 分主动式跟所谓被动式 主动式很简单 就是嘎节风扇 加一个风扇去吹吹吹 然后配散热气管 把这个热流把它倒出去 吹然后把它倒出去 那被动式来讲 就是单纯的是 用这个自然冷 然后有这个 只有这个散热 但是没有风扇 风扇事实上 在整个散热的 模组部分来讲的话 它是属于 重要的一个关键 因为它有部分 它是有这个 这个技术层次 跟专利的部分 那见准来讲的话 它过去是做 AC跟DC的 这个专业的 这个散热风扇 它有它一定的门槛 它全世界的 市占率高达25% 那当然过去 在这个手持装置 包含像是这个PC 或是NB 我想大家都很熟知 其实大家不知道 整个我们家里面 用的这个电视 你有时候你去摸一摸 很热的 因为它是LED LED来讲的话 它的这个热 非常非常的这个 怎么讲的 非常需要去去做 一个这个散的这个动作 所以呢我们来看 以现阶段来讲 见准的这个部分来讲 它是 成功看到出 全球最薄的 奈米的风扇 厉害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它抢进到LED 跟云端的这个商机 这个是我们未来 去看这个部分 因为散热 这一块是 你一定要去 去进行的部分 那它 其实在最近来讲的话 在这个WDC 刚结束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有发表一个新的 叫做声控灯泡 那这一部分来讲 事实上是由菲利普 它有去开发出这种 未来有机会 利用所谓的 类似像Siri 这种声控的 去控制这个灯泡 那这一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见准 获得了菲利普 跟欧士党的认证 法人圈传出说 它未来有机会 去透过Siri 这个地方 声控 来做一个这个 声控灯泡的这个部分 当然大家都觉得很炫 不过最后我利用一点 时间跟大家做报告 其实很简单 我们刚刚讲的一个重点 你现在是六月要除息 我这个息除出来 如果不填息部分来讲 那就是左手换右手 就是一场空 那以见准去年来讲 赚了1.22元 大方配配一块钱 现金持利率 以今天收盘价来讲的话 是百分之4.3左右 那4.3部分来讲 大概是邮局定存利息 大概差不多接近三年 大概接近三年的部分 那我们刚刚讲到一点 就是每一年在配息的过程当中 通常我观察到 都是先配先赢 那今天如果说你配10块钱 我不敢讲说它短时间的 能够完全填息 可是如果以配1块钱的 现金的这个部分 搭配了超过4%的殖利率 那这个礼拜五 它即将进行除息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从产业面 这个地方 光电周大家在考虑 这个所谓感测元件 或是所谓这个累进的部分 我还建议大家说 回过头去看一看 你怎么样让你一个LED 能够更有效率的 方选更好的情况之下 其实散热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所谓的技术关键 OK 好 非常感谢请座 因为今年的鼓励实在 从来没有这么样的 真的 大家好好的珍惜 明年可能就没有 这一家增加 那一家增加 那我们把握时间 也请刘总 来到我们的镜面 刚特别把整个面板的 一个产业 真的要把它说的 能够掌握 真的是需要很大篇的一个报告 但是刚刚已经跟大家 做了一个总结 未来的成长性 的确是受到一些影响 没有错 如果在整个面板族群来说的话 我的看法就是以区间操作就好了 但是有少数例外的标的 而在这个标的上来说的话 可能也是过去投资朋友 你比较少见到 或者比较少注意的一档个股 那它也是非常特殊的产业 倒是一个公司来说的话 第一个它是新挂牌的公司 所以筹码相对来的安定 第二个它从挂牌蜜月以后 到现在为止来讲的话 还没有蜜月过 所以股价也没表现过 所以第三个来讲的话 才是来跟各位谈基本面 那它的基本面来说的话 导播科学给我们原来的这张图 那这张图表来说的话 在里面的话 就把它所有公司的状况 说明清楚 这是一家做所谓的 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面板 面板的话 我们刚刚看的这个面板 都是玻璃做的 对不对 所以它是做面板玻璃的薄化 就是把它减薄 把它变薄 那我们举例来说的话 如果以一个TFT面板 加上所谓彩色立光片的话 大约是一个mm 那但是呢 要把它从一个mm 要减薄到 剩下0.6到0.4mm 就是减几乎一半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来讲的话 你必须要把面板薄化 那这个6405这家公司 就专门做薄化 在台湾做面板玻璃薄化 它占50%的市占率 这样各位了解吧 那所以呢 在这个薄化之外的话 它也帮薄化的面板 薄化的玻璃再做抛光 那抛光是为了要做什么 要做所谓的触控 如果假设面板有触控的功能来讲的话 你就必须要再做抛光 才能够使用 那如果说假设 你要让这个面板的解析度来得更高 比如说有广式角来讲的话 那你这个面板除了抛光之后 还要再做镀膜 所以这家公司 从玻璃的薄化 做到抛光 做到镀膜 那如果假设抛光的价位 跟这个玻璃的薄化来讲的话 那是再加一成到两成 也就是说多到多加一道工序 它的价位就往上提高10到20% 再多加一个工序 就再涨价涨10到20% 你就可以了解它的利润是 由这样一直往上升的 那今年这家公司来说的话 从去年挂牌到现在为止来讲的话 对于抛光的部分的话 要从原来的产能140台增加到160台 所以会从原来薄化之后来讲的话 它只做80%的抛光 要提升到90%的曝光 那如果是ITO度膜来讲的话 它就会从原来的35% 提升到50%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明确的数字 那也就是不但是量往上增 而价也往上增 这个价也往上增 这个是单价 就是从这里一块钱 变成1.1到1.2 再加1.1到1.2 所以各位就可以看到 那这家公司来说的话 是我刚刚所讲 台湾来说的话 所有的面板相关的 不管大尺寸小尺寸来说 你如果要薄化 那你就要找这种厂商 来帮你做薄化 那各位可以试想看看 未来的电子设备 只会做得越来越厚 还是只会做得越来越薄 那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大趋势 薄化是不变的趋势 而面板来讲的话 未来做触控的机会越多 还是未来做触控的机会越少 我想触控也是一个不可变的趋势 那再来如果说 假设我们人的眼睛 是希望看的是越来越高清 越来越漂亮的面板 还是越来越模糊的面板 我想这也是不变 所以这三个大趋势 都是什么 都是不变的大趋势 而这家公司来讲的话 就是台湾非常非常独特的 那也就是变成是我刚刚所说 面板所有的产业来说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产业 那就它新挂牌的公司来说的话 它的股价从挂牌到现在 我们就可以看到 那如果说假设就它的基本面 它的基本面是什么 去年的获利5.75元 EPS 今年来说的话 我们的研究团队估起来的话 大约6.4元 那如果说假设以现在的 这个状况之下 股价从蜜月挂牌是这样走 那如果说假设以今天 今天这一根 那就非常特殊了 因为我们 我们请导播把它 拉回去 对 你看一下 OK 这个价 这个量 那所以这个是今天第一根 我总是昨天晚上我没来 对不对 那今天晚上来 只能够接受它的事实 那我也并没有怠慢 在今天第一天 我只能够最早的时间 就今天晚上跟各位做报告 所以我想 这个是一个最新的动态 给各位来做一个 新的产业的参考 因为这应该是我的判断 很少人去留意这家公司 因为这是一个 非常利基型的 中小型的利基公司 好 公民独奇 公民独奇 6月份的业绩来说的话 应该会不错的 好 OK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 精彩的内容 跟大家来分享 而目前等于法股市 也有所表现 大家没有那么担心 这个伊拉克的事情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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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ge of the Transformers is over Oh my god You have no idea what you're involved with here Help me We're safe on our own, we're safe with them 變形金剛4 掘機重生 6月25日震撼登場 雲端生活全民共享 東元雲端智慧空調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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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牌呢 在這裡 想做就做 沒有那麼多為什麼 My passion 金牌台灣啤酒 心裡的動感體驗 Q3 1.4 TFSI全新上市 DF低頭款限量優惠 進化科技定義未來 歡迎收看金融曼哈頓的節目 好 先看到今天的盤面呢 今天在平盤上面震盪之後尾盤稍微走高 好 這是今天收盤的時候 指數小漲37點 那今天以9240點做收 好 我想在今天的盤面裡面 指數往上面走 但是很多人呢 我不知道在今天 你賺到了沒有 好 其實不管指數漲還是跌 不管今天盤怎麼樣 那其實今天 你大可以直接賺掌停 你大可以直接賺掌停 而且非常輕鬆 我們先來看一看 這是昨天 星象 我昨天跟你說的 務必要把握 這是昨天 6月16號 我跟你說務必要把握 再回來看一看 這是今天的星象 亮燈掌停 好 你大可以直接賺 你大可以現賺 你可以賺足一根掌停 輕輕鬆鬆地賺 是不是這樣子 昨天是不是跟你講 是不是跟大家說 無論如何要把握 是不是跟你說會再創新高 跟你說還會上去 你昨天隨便買 今天是不是賺足一根掌停 大可以直接賺 你大可以賺掌停啊 是不是今天漲 掌停所住啊 你都可以直接賺 其實你都知道啊 全部都知道啊 因為我全部公開 公開操作 我們回來看 你都賺得到 我怎麼跟你講 從頭到尾怎麼說 是不是都公開做 大家都知道啊 你看節目也可以賺啊 很輕鬆地賺 這個是心象 是不是跟大家講 務必要把握 一定要把握 5D體感 台灣首創 電影的規格 股價只有智威的5分之1 你都知道啊 那公開講的啊 而且公開操作 大家都知道啊 你大可以起漲的時候買 然後一路賺 你甚至可以再賺 全部公開啊 這個是心象 你全部都知道啊 你都看得到 每天跟你說 起漲之前就講 你都可以先買好 然後你可以賺漲停 再來一根漲停 是不是你可以連續賺 然後賺了再賺 你可以三根漲停 越賺越多 那麼你可以再往上 你可以這樣賺 甚至於可以多賺 五根漲停 對不對全部都公開啊 全程公開啊 然後創新高 全部公開操作 這是120塊到161 10張41萬 你只要買10張 你可以賺41萬 而且全部在起漲之前就講 噴出之前就說 而且公開講 大家都知道 41萬很容易 只要10張就可以 當然你也可以30張啊 100多萬獲利啊 這全部都事實啊 大家都知道啊 全部公開操作 也都公開講 是不是還有重點來了 你還可以再多賺 是不是你可以多賺 還是公開說 是不是沒有那種事後說的 我們都事前說 而且都公開跟你講 所以你都賺得到 這是昨天 這是昨天 昨天的形象 6月16號 我說你要把握 我說會再上去 壓迴要把握 這是6月16號 昨天公開講 你大可以直接賺 你今天可以再賺足一根 再多賺一根 是不是昨天全力進場 你今天可以再多賺 你可以賺完5根之後再賺 賺完5根之後 你昨天隨便買 你今天都可以賺足一根 你都可以再多賺一根 累計6根漲低 是不是都公開說 都公開講的啊 誰不知道 你看節目都知道 你看節目都知道 我講在前面 我們沒有事後說的 那本來就不是我們的風格啊 全部講在前面 對不對 那更重要的重點 也是我一直呼籲的 你今年一定要學會耶 你要學會好好做 你要學會鎖定起來大賺 這個你一定要學會耶 你跟我都買在哪裡 你看看買在哪 每一個點是不是很漂亮 每一個都起張點 你跟我買得多漂亮 我全部講在前面 我買之前就預告 然後你公開應診 每一個點都很漂亮 你跟我是這樣操作 所以你是賺的再賺 是不是輕輕鬆鬆的賺 前面5根漲情就不多說了 是不是昨天你隨便輕輕鬆鬆的買 你先再賺足一根 是不是進來都直接賺錢 是不是賺你以後再賺 你跟我是這樣操作 是不是跟別人不同 所以我才說今年要注意啊 你今年很好賺 可是你一定要學會啊 你要學會鎖定啊 所以很多人不會做喔 就會追高殺低 那起漲的時候你不買 上去以後才追 結果一震盪就殺掉 一震盪你就殺掉 殺掉以後止跌 然後又往上漲 這下不知道怎麼做 是不是不知道怎麼做 結果你看差多少 好好一檔股票你可以賺很多的 結果都沒賺到啊 該賺沒賺啊 該賺沒賺啊 很多人是這樣子啊 是不是如此 你大可以賺五根耶 然後再來一根耶 你大可以這樣賺啊 本來就是這樣啊 但是你不知道怎麼做的啊 很多人不知道怎麼操作啊 是不是沒有人帶你做 是不是你容易亂 是不是該大賺沒有賺啊 你大可以直接賺啊 你大可以五根再一根呢 本來就是這樣啊 這樣會差很多 六根漲停啊 搞到最後你都沒有賺 那不是很可惜啊 那太可惜啊 這樣差太多 而且今年你要學會耶 你這樣下去不行啊 你再這樣下去不行喔 如果你都是那樣的話啊 到萬點都沒有用 真的是這樣啊 你大可以賺大錢啊 但是一個指令一個動作 我帶你買的買點都多漂亮啊 我帶你買的每一個點 你看多漂亮啊 它全部講在前面耶 都是公開講啊 都是事前講 公開應徵啊 你其實很好賺啊 但是要跟我做 這個很重要啊 也很少人跟你說 那一般的節目裡面 其實你看到都差不多 很多人都跟你蓋一堆股票 然後叫你東追西追 然後你追得很辛苦 結果一兩天就沒了 只要一兩天就沒了 那你賺到多少 你賺到多少 你有沒有賺一段 你有沒有賺到一大筆 很多也沒有啊 大部分節目是這樣啊 不然你可以再看看啊 是不是都是這樣 是不是千辛萬苦你追來追去 就那一兩根 結果累積下來有沒有賺 你賺不大 你不容易賺大 我可以直接這樣講 但是你換個方法就會賺大 我們這樣就會賺大 照我的你就會賺大 而且你可以大賺啊 你要多少都有 全部都鎖定 然後我跟你講的每一個點 我帶你買的都很漂亮 我沒有叫你上去追 我帶你買都發動點 而且我都事前講 所以非常好賺啊 這才是真的賺錢 這才是真的賺錢啊 不只是標股啊 而且完全鎖定啊 是不是你真的會賺到的 這個才是真的會賺到啊 有沒有鎖定起來操作啊 是不是今年你這樣才會賺大錢啊 是不是值數不用漲很多 你就可以直接賺 包括今天你大可以輕輕鬆鬆的 賺足一根漲停 是不是昨天加碼 全力進場啊 是不是你今天都可以直接賺啊 是不是好過癮東追西追 這個你才賺得到 尤其你如果資金比較大的 那個會差很多 其實你都知道啊 我跟你講的你全程都知道 這個就是重點 如果你該買的都買 該賺的都有賺 你不贏也難啊 你根本就穩贏 你根本就穩贏啊 是不是就是這樣 這個是智威 我不是這裡跟你講 我是從這裡 每天講 全部公開操作 你有好幾次上車機會 兩百七十五塊 六百七十五 十張四百萬 你早就搞定了 你早就搞定啊 你前面今年要賺的你都賺到了 一檔就賺保了啊 你前面該賺的份 一檔就全部賺保了啊 其他隨便你啊 你短線隨便玩啊 那都沒有關係啊 因為你前面該賺的份 一檔就搞定了 是不是全部大賺 你隨便買一點都賺翻了 十張的話四百萬啊 是不是四百萬數字很大 是不是你很多人帶你東追西追 東買西買 你有沒有賺到四百 不要說四百啊 你有沒有賺到一百 很多人沒有啊 這樣很清楚啊 今年的方法知道了嗎 今年賺錢的方法 而且是賺大錢的方法 這跟別人不一樣啊 跟別人不一樣 別人跟你是短線的東西 也許可以讓你賺一根 可是我讓你賺一大段 我可以帶你賺一大段 然後一段再一段 累積起來最強 要比標5最強 要比標5就是最強 是不是最強 這位才多久的時間 兩百多到六百多 才多久而已啊 他也沒有每天漲停啊 但是一路漲不停啊 所以你知道就知道啊 你如果都知道這些 你都隨便賺 是不是都可以輕鬆賺 有沒有 所以非常重要 要好好做 今年要好好做 是不是你就可以大賺 因為很多股票本來就會漲 是因為基本面好 基本面越來越強 那個當然要漲啊 因為基本面是王道 是不是它本來就要漲啊 營收跟獲利要一路創新高 股票當然漲啊 是不是不一定每天漲停啊 但是一定是漲不停啊 是不是它偶爾也會回檔 但是會一路創新高 好我們回來看 這個是希伯 昨天已經創新高 今天再創新高 好我們再往下看 看看這一大段 這是一百零三 到今天一百三十二 那麼二十九塊錢 其實非常好賺啊 那我常跟大家講啊 很多股票本來就會漲 它當然要漲 是不是連續都創新高 單季都很強 那麼下半年更重要的 全球最大的大廠 合作新的產品啊 是不是毛利很高 然後大家都要還啊 這是電影院的設備 大型專業設備 它當然要換啊 不換要被淘汰嗎 是不是其他電影院當然要換啊 沒有人不換的啊 是不換能跟別人比嗎 全世界都要換啊 但是獨佔 就只有這一兩家有 那你說會不會大早 所以本來就多了一塊大餅 而且越來越大 是不是它獨佔的東西啊 毛利又特別強啊 後面開始越來越強 所以當然要創新高 是不是那你跟我怎麼做 你跟我是這樣做 你會在起漲的時候買 然後該加碼加碼 然後一路創新高 到今天一百三十二 那你是不是一大段很好賺 一百零三到一百三十二 二十九塊錢 是不是你看懂就知道啊 你回頭看到一大段